我是杨春吉老师 现在开始直播 法律教学直播 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是 农数学堂108年第十次 小型法律座谈会 含个案公益服务 今天主讲的内容 今天主讲内容是 借名登记以善意第三人 借名登记以善意第三人 来看一下 借名登记以善意第三人 好看完了吗 好那什么叫做借名登记 借名登记 基本上是 实务上 台湾实务上所发展出的 东西 并没有在 名法当中的有名 名法各在 在篇的各在里面 并没有所谓的 借名登记 这个有名契约 所以实际上 借名登记是因为 实务所发展出来的 所以 它是一个文明契约 那回过头讲 既然是法律上 没有的东西 然后实务上 所发展出来 这个性质 性质就我们有讲到 所谓的力推适用 这个问题 因为实务没有 实务上没有 而且在民法上不是有名契约 所以在实务上会产生说 所有的很多实务发展出来之后 没有适当的法律 去相对应 没有适当的法律 所以实务上就发展出一个 所谓的 类推适用 民法相关的官司 来处以这些 借名登记的相关问题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主要的主讲内容当中 我们借名登记 善意地参的主讲内容当中 第一个我们会讲到 类推适用 适用跟准用 我们会讲到这三个 首先我们先讲这三个 好 好 我们什么叫类推适用 类推适用就要符合 同时要符合两个要件 谈人类推适用 谈人类推适用 第一个要件是怎样 法律商 法律商 等于是说假的个案 假的构成要件 假的这个发生这个假个案事实的过程要件 跟乙的条文 乙的条文 构成要件上 构成要件上 要符合类似的要件 例如假 某个条文当中 每个条文当中 有三个过程要件 等一下会讲三个过程要件 那结果呢 乙发生这个事实 乙发生这个事实 结果发现这个事实上 套在这个过程要件上 只符合怎样 两个主要的过程要件 但其中一个过程要件 是次要的 而且是怎样 不同的 所以说当 整个事实发生 事实发生 然后要套到某个法条 过程要件不是很全部一样 假如全部一样 注意 假如说全部的个案事实 套回去 含色回去 过程要件 都相符的话 那叫做适用 老师有时候为了区分 会讲说 那叫做直接适用 就所谓的适用 法律条文叫适用 但在老师讲 叫直接适用 所以整个完全 个案的事实 客观事实 套在 法律上 所规定的 过程要件 都相符了 就是适用 它的法律条件 适用该条的法律效果 适用该条的法律效果 该条款 或者是假如说 不完全条文的话 适用相关的法律效果 所以 注意 适用是说 完全符合 那个过程要件的时候 就适用怎样 该法律效果 所以这个叫做适用 但是 类推适用 类推适用 我说过 为什么会弄到 类推适用 是因为 那个通常都会 食物所产生的东西 在明法上 没有相关条文 可以对应的相关条文 那怎么办 在过程要件上 假如说某个乙条文 过程要件是符合三个 有三个过程要件 但是在假事实发生的时候 套在过程要件上 结果 只符合两个 完全符合两个过程要件 只有一个次要的不符合 所以这之后就怎么办 就类推适用该条款的法律效果的余地 我们称为类推适用 所以第一个 类推适用第一个同时要符合两个要件 第一个要件是怎样 性质类似者 就刚才讲的 性质类似者 第二个要件就是法律嫌有漏洞 法嫌有漏洞 什么叫法嫌有漏洞 例如不是立法者 故意要给司法形成的空间 例如某些条文在立法理由里面 特别为什么有些你去找到底法有没有嫌有漏洞 你要去找立法理由和立法经过 你会发现说有些会讲说这个为什么没有定 是因为要给司法形成的空间 所以假如说依照立法言格或者立法理由面 是要给司法形成的空间 那就不是所谓的法嫌有漏洞 但是就见名登记而言 有名企业当中都没有这些任何有名企业 很显然 尤其是民法是怎样 民国十几年所定的 那之后有关于民法友情企业的各债 根本没有征定各债 只是说在修条文有修 各债当中修条文有修 但是并没有征类各债其他的有名企业 尤其在民国十几年所定的 出定是民国十几年 所以基本上针对借名登记 还有所谓联动债 最近所谓联动债 所产生的一些消费借益 或者产生的一个企业增益 都没有征定各债 各这种有名企业 有名建名登记也没有 所以很清楚 在建名登记就是 在民国十几年立法者 根本没有预护到这个状况 有建名登记这个状况 或者是说 现在来不及修 以至今造成说 针对建名登记法嫌有漏洞 所以就有类推适用 类推适用的一定 所以叫类推适用 至于什么叫做准用呢 准用 什么叫准用呢 准用就是要符合两个要件 准用有没有看到第一个 有没有 有没有 走不到 来这个准用 来 有没有看到 后面那边准用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了 有 有 来 准用 准用就是要符合两个要件 第一个要件 有法律有规定 法律有明定准用的才能准用 第一个要件 法律有明定准用的才能准用 要同时哦 符合这两个要件 第二个要件是怎样 依个案性质而准用 所以所谓准用 第一个 同时要符合两个要件 第二个法律有明文规定准用的 第二个要件 就是依个案性质而准用 例如明法八百条之一 规定说建筑利用人 成租人 地上权人 或其他工作利用人等 可以准 法律有明文哦 明法八百条有规定 可以准用怎样 明法七七四道 明法八百条 所以 针对建筑物利用人 地上权人 跟成租人 以及怎样 所谓工作利用人等 明法八百条之一有规定 可以准用什么样 依个案性质准用 明法七百七十四条 到明法八百条的相关规定 所以 这就是所谓的准用 而且在利用的时候 在要准用的时候 还要依个案性质而准用 不是所谓的直接套用 直接适用 就是要依性质而准用 所以针对部分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 要讲到基本的法律概念 基本法律的 第一个 类质适用 适用跟准用 我们第一个讲完到这边 那第二个 我们进入建民登记的 建民登记的一个真正的实物 我们今天要讲的课题 来 我们通常讲说建民登记 建民登记你在理解个案的法律事实之后 或者是个案的新闻时事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画一张 怎样 关系图出来 这就是老师针对这个建民登记 手画了关系图出来 其中 所谓的建民登记 所谓的建民登记 图例上 假 假是所谓的建民人 有没有 有 假是建民人 就是借这个名义 借这个名义的人 叫建民人 那乙呢 是出名人 乙是出名人 所以 假以之间 假说有成立 有建民登记 有这个建民登记 这个关系存在的话 确实有关系存在的话 他们之间就有一个建民登记 建民契约的 建民登记契约的存在 对不对 但是实务上 实务上会发生好几个状况 来 继续没关系 实务上会发生几个状况 第一个 第一个 好 会 没有 来 继续没关系 实务上会发生 没关系 实务上会发生 第一个状况 到底建民登记 有还是 第一个 词会发生说 第一个正义 会发生建民登记 有还是 第二个会发生说 好 这个建民登记 建民登记 我可不可以 移转给第三人 不管是买卖 或者正义 可不可以建民就所谓的出名人 以土地上以可不可以把这块土地 或这个不动产 建民登记这个不动产 把它依据登记名义人的名义 把它正义或买卖给第三人 例如我们这个图上 正义给丙 那实务上又发生说 丙又把它卖给丁 这是实务上所发生的 所以第二个会碰到 会碰到什么样 第一个 建民登记之之有无 第二个会发生说 建民登记这种正义 这种正义或买卖 出名人 所谓的乙 土地上的乙 出名人可不可以把 这个建民登记名人的这个名下的不动产 把它正义或买卖 然后这种正义或买卖 到底是有权处分还是无权处分 第一个会碰到问题 这种正义或买卖 到底是有权处分还是无权处分 第一个会碰到 有权处分跟无权处分 第二个问题 好第三个问题会碰到怎样 最重要问题 第三个会碰到问题就是举证 举证这个问题 好会碰到民事诉讼法怎样 277条要谁负举证责任这个问题 好第四个呢 第四个 那第四个 167条地上前段的误上返凡情节要求返还所有误 或者要求返还借有误 这个又卡上所谓的土地法43条的规定 土地法43条的规定 所以我们今天的大致上的主讲内容是这个四个小区块 当然我们刚刚就讲 涉及到借名登记会产生 主要会产生这四个问题 其中我们先讲 借名登记的定义及它的认定 借名登记它的认定 所谓借名登记因为是实物发展出来的东西 因为是实物发展出来的东西 还好你现在来得及 因为还没正式讲 正式讲借名登记 我们有那个农树学団学园来 来我们开始讲借名登记 借名登记的定义 跟认定 来 好所谓借名登记的定义 我们首先看到我们的 我们的新闻一役 借名登记的定义 我们看一下新闻一役 这个来 就在新闻一役1017 来在借名登记新闻一役1017 有没有 有 然后翻到我们的第二月 来我们看几个判决好了 翻到第一页好了 翻到我们第一个判决 第一个判决 我们看到第一页了 我们看到第一个判决 来翻到第一页 对 第一个判决 来第一个判决 第一个判决 第一个判决是最高法院 100年度台上至1775 你要不要先去买个咖啡 信仰没关系啊 等一下还会讲 我们继续讲 还有100年度台上至第1661 还有96年度台上至1662 这些民事判决 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 都是讲到怎样 我们看一下第几行 1234第五行 所谓的借名登记 又暗称借名登记者 有看到 有 所谓的为当事人约定 一方将自己的财产 以他方名义登记 但仍由自己管理使用处分 那他方与旧该财产为出名登记之契约 有没有发现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那个 然后我们看到第二月 来一样 看到第二月第二行 台湾高等法院 台湾高等法院 100年度第二段 台湾高等法100年度台上至第55号民事判决 我们再念一次 按借名登记 为当事人约定一方将自己的财产 以他方名义登记 而仍由由自己管理使用收益 他方允就该财产为出名登记之契约 顾名思义 顾名思义 所谓的借名登记是什么 顾名思义 所谓的借名登记是怎样 我们图利商 来图利商 我们回到我们的图利商 来回到我们图利商 中间 诶 是什么的关系 甲 来可以看这边 甲我们的图利 甲是 出 甲是怎样 借名的 以示出名的 中间甲 以同意怎样 把这个民意 把这个民意 出借给谁 甲 所以就说我们出借给甲 但甲 但是实际上这个财产 财产虽然是登记在给谁身上 实际上 实际的权利人是甲 实际的权利人是甲 就是说因为某些原因 因为某些原因 可能因为要避税 可能是法律上的障碍 以前有 可能是法律上的限制障碍 可能是各其他原因 以至于说 甲跟乙 协议 以出名 出这个名誉 给甲 但实际上甲是实际的 这块土不动产的实际的真正权利人 然后 但是所以 因为乙出名给甲 所以实际上 甲的真正的实际的不动产 真正权利实际的不动产 是登记在地震机关里面 是登记给乙 所以乙是所谓的 依照所谓的登记给谁 在土地权状 土地登记布置在乙 土地所有权的是乙 所以 但是实际上甲 所以甲实际上的这块不动产 虽然登记给乙 但是实际上 这块土地还是在 有甲自己实际在管理 处分跟使用收入 所以这个叫做戒名登记 那食物场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 第一个 有的为了避税 但实际上常发生的第二个原因 依照土地法 以前土地法的规定 土地法还记得 我们通常在土地法有要 最早还没有删除 还没有删除这个条文的时候 它是说 以农是以 怎么样 农地的移转是管人不管地 管这个人不管地 所以要求土地法 或者农业发展条例要求说 农地的移转要有自耕能力 自耕能力证明书 以自耕者为限 所以要提出自耕能力证明书 当时有这个规定 但是在民国八十九年才把这个条文杀土 土地法跟农业发展条例 所以八十九年之后我们改成说 管地不管人 管这个农地的利用 要符合土地使用管制 要符合所谓的 重点是在土地使用管制 当然你有盖农社要符合所谓的建筑 建筑用途使用用途的管制 叫做建筑物使用管制 但是你讲没有盖农社 只涉及到土地使用管制 所以叫做管地不管人 那以前是管人不管地 要有自耕能力证明书 所以至于那时候的人 那时候还没有删除这个条文 要以自耕能力证明书的人 要以自耕者为限的情况下 因为限影造成一种法律的障碍 所以很多人都借名登记 所以实物上最常见的就是 因为土地法跟农业发展造成这个 但是还有有的为了避税 还有地上的其他各种千奇百怪的原因 不胜美举 所以才产生实物 法律没有规定有名契约 但实物产生了建民登记 所以这是建民登记 是一个历史 台湾的历史背景出来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是有着关于建民登记的第一 至于说建民登记的认定 注意认定 认定要怎么去认定 建民登记的有无 中间有没有建民登记的有无 所以重点是怎样 不是用外在的土地所有权能登记给谁 因为建民登记本来就是登记给谁 乙嘛 所以不能说拿权断来推定说 这个建民登记的真正权利能是谁 反而是说能有怎样 例如实物产生就说好这块土地实际上谁使用 甲 诶我都自己有甲在耕作啊 我正自己在出租啊 所以假要吃拿出租 我出租的时候 假有出租的事拿出租赁契约出租赁契约是谁欠 甲啊 那整个之间的赖 处理租赁契约的赖都是假跟成都人在弄 或者是说实际上我权装谁保管 真正土地权装是谁假在保管 还有钱是付给谁 对还有租金付给谁 这些注意用这些实际的这些证据 包含直接的证据 不只是直接的证据 包含坚决的证据都可以哦 法律上证据包含直接的证据跟间接的证据 不管是直接间接 用这些证据来走证说 这块借名登记的不动产 仍有假释以去实际上去管理使用收益跟处分 所以这个认定要这样 当然个案党你要依照个案的客观事实 就是个案的公司来走证 全部个案的客观事实 每个个案的客观事实 来走证 这个确实有借名的假去实际上去管理使用收益跟处分 所以怎么去认定要依照这个东西 这个是我们这个第一个 第一个进入借名登记第一个小章节 就是借名登记的第一集 它如何证明它的有跟无 然后第二个我们进入整个第二个主题 第二个主题 那是乙呢 乙会不会说乙注意喔 他是登记名义人喔 对 在土地登记藤本或土地权状 我是已是土地所有权人喔 所以依照我们的土地登记规则是公式 所以人家看到了会不会出现说 他这个买卖会不会有第三人去跟他买 因为我可能是公式我看到那些土地所有权能 所以会产生说我第三人是不是善意第三人跟恶意第三人 但是在还没有讲到善意第三人跟恶意第三人这个层面之后 我们首先讲说这个乙的赠予 我们实力上有赠予或买卖 乙会跟以赠予或买卖给第三人 那这个行为是有权处分还是无权处分 这个会产生两种问题 两个层面 第一个在明法 在明法759条之一 明法要分两个章节 我放大 条文在这边 来 在明法759条之一 还没修正公布前 还没有增订公布前 第一个要分 在明法759条之一 还没有增订之前 它增订是在98年的6月间 然后公布实施是98年的7月间 7月初去公布实施 所以意思是说在98年7月初 还没有公布实施前 第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还有所谓的 无权处分跟有权处分的争议 但是在明法957条之一 公布实施后 应该就比较少 所谓有权处分跟无权处分的争议 我们看一下明法950条 57条之一 明法950条之一 来 来 我看一下 他的条文是说 来 给那个当场 来 说 750条之一第一项 不动产物权 经登记者推定登记者 事法有此权利 有没有发现 有 所以这是98年7月间公布实施的 民法759之一第一项 规定 不动产物权 经登记者 事否推定 事否推定 登记权利的 事法有此权利 很清楚 这个登记之后 有没有权利 有啊 有权处分 是不是有权处分 有 所以 因为这个民法957之一的增定 所以就杜绝 759之一 759之一的增定 98年7月初公布实施的 所以 所谓有权处分跟无权处分 应该就没有争议 照正常应该没有争议 除非是怎样 这个的事实 发生在 所谓的行为史 虽然在法院诉讼 还没有确定判决法会诉讼 在行为史的 行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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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十点 是在 民法759之一 还没有公布实施 所以假如说还没有公布实施 我们通常在裁判是 以行为史的实点来计算 行为史的法规来计算 除非有这个状况就是 行为史的法律的纠纷 而且是还没有确定判决的 还没有确定判决的 的诉讼案件 通常 当然他要依照行为史 的相关法律去裁判 所以这个是例外 但是假如说你行为 行为是在民法759之一 才发生的 当然已经公布实施了 就应该不会有 有权处分 跟无权处分的监狱 所以坊间 我们在看文章的时候 坊间会有一些文章 注意 用很多最高法院的判决 但是要强调 那些最高法院到底行为史 最高法院所涉及的 个案客观事实 里面到底裁判的是 行为史的十点 到底是不是民法759之一 公布实施前还是后 实施前 他不会讲到这一条条 民法759之一 不会用要这一条 所以你会发现 他怎么会推掉 在民法795之一 公布实施前 为什么会有产生一个 无权处分跟有权处分 这个问题 那到底民法759之一 公布实施前 所产生的 有权处分跟无权处分 因为他可能 因为行为史 是在公布实施前 这个十点 所以现在在讲这个法律教学 还有讨论的实意 对不对 因为法院以行为史的法律 现在行为史可不可以讲说 会在98年7月初之前的事 之前用行为史的法律 所以现在还是有讨论的实意 所以针对说 民法759之一 公布实施前 到底有权处分跟无权处分 我们也有探究的余地 有两个 实物上 会产生有权处分跟无权处分 这个东西 那以哪一个为主 其实老师是认为是 无权处分 为什么 在民法957之一 759之一 我老师有时候法规 会讲太乖 请各位还是回答 我会更正 依照民法759之一 修正公布前 有权跟无权 差异在座 注意 我们刚才讲说 这个叫做建民登记 注意 建民登记是一种怎样 他是属于 类推适用 他的性质很类似怎样 伟认 很类似很新的 所谓的民法当中 伟认契约 所以在实物上 实物上 我们认为他怎样 实物上 判决认为说 他应该要跟伟认契约同事 所以可以类推适用 民法伟认契约 那实物的判决 我们看到这个 来看到这边 第一篇 翻过来 这边 有讲到这一段 来看一下 有讲到这一段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讲到这一段 这个第几行 第二行 其成立 有没有 其成立 其成立 侧重于借名者 与出名者之间的信任关系 其出名者 与该登记有关的 劳务给付 有没有看到 有 劳务给付 具有不属于法地上 锁定其他企业种类之劳务给付 的企业性质 亦以伟认契约同事 倘其妥不违反强制禁止规定或公信律当书者 当赋予无名企业之法律上的效力 并以民法第529条规定 适用民法伟认之相关利用 那这个是讲适用 其实他应该怎样 接下来看台湾高层法院判决来 即将后段 其实他就是叫做 类推是用民法 最后一行 类推是用民法伟认之相关关系 有没有 所以食物堂他是怎样 食物堂他就是一个 其实我们 我们通常在民法有名企业当中 我们都会发生怎样 劳务给付的 所谓劳务给付的契约 通常有几个 第一个是委任 但是委任是一个很大通的契约 有名契约 但是像我们讲的所谓的 仲介当中的居间契约 也是一种委任契约 但是在民法有名契约 我们有时候为了特别的 有必要需要抽出来 从委任契约抽出来 明定有名契约 可能会另外定一个有名契约 例如居间契约 那你懂吗 所以 所以居间契约没规定者 会适用 先适用到什么 委任契约 那委任契约没适用者 再适用到什么 民法各债相关 民法各债种则 那民法各债种则 没有才适用到民法种则 所以变成说 居间契约也是委任契约 只是特别把它拉出来 定一个东西 同样道理 对不对 另外一个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有名契约 无名契约 我们民法各债当中 没有规定的就是无名契约 所以刚才讲说 那我们 依照我们 台湾是基于司法自治的契约自由 只要不违反公序良主 不违反诚实信用 不违反强识信用 不违反暴力行为等 因而无效者 基于契约自由原则 我们是尊重司法自治的契约自由原则 所以不以有名契约为宪 所以在我们判决才会讲说 无名契约要以无名契约式之 有没有 所以无名契约是我们承认的 正值不是 我们 还有第三种 有名契约 含以 如果有名契约 无名契约 我们会涉及到说 含有两种以上有名契约的法律性质 我们称为普得契约 所以这三种稍微补充说明一下 但是建民登记实务商 民法 我刚才有讲 民法有名契约 并没有规定在有名契约 所以实务商是实务商发展出来的 所以遇到最高法院 还有各种法院的稳定见解 它是有名契约 而且没有违反公序 梁族常行规定 承计计论 而无效 所以建民登记 是有名契约 只是说 它吸引职商类似 类似所谓民法委任契约 所以至于实务商的稳定减则 说过 它要类推适用民法委任的相关规定 这样懂 所以至于 好 那我们要略推适用民法有相关规定 好 那注意 我们刚才讲说 竟然是略推民法委任关系 请问 民法委任关系 有关于借民人 我们刚才说借民登记当中的出名人 出名人是指说 借民登记是怎样 一方 甲 来 再讲一次 甲跟之间 是约定怎样 以出名人给出名人 给甲之出名 但实际上 所谓的能有甲实际权利呢 是 实际上是 处分 是使管理 使用收益跟处分 所以整个处分 责义跟买卖是处分 所以权利应该是谁的 甲 所以竟然建民 从建民登记的定义 跟类推适用民法委任相关关系 请问 可以可以 把这块赌计 处分 包含正义买卖 是假 结果 以根本没这个权利 没有这个权利 他只是出名 所以从委任契约 从建民登记 类推适用民法委任相关关系 跟实际上建民登记 真正的定义 以可不可以有权利处分 就有权利赠与跟 买卖 跟人家卖掉 出买 该 建民登记 不动才 当然是不行 所以已经预约怎样 预约他的权限 所以就变成怎样 他是一个怎样 他是个无权处分 依照民法759之一 还没有修正公布史之前 所以之后有一个 有一个最高法院的判决 我们这个没发给大家 我们这个没发给大家 最高法院是99年几号 台上1114 这个判决 大家回去可以看 老师的一篇文章 来 这篇文章 这个我们 因为很多讲义 没发给大家 其中这篇讲义当中 来这边有写 这个最高法院 这个刚才讲的判决 后面最后一行有这一段 来有没有看到 他是不是说预约怎么样 反过来 预约建民登记的义务 有没有 他的用语是怎样 违反建民登记之本质 所以是无权处分 就是老师刚才讲的 建民登记实际上由谁 假去应该假 可以假所谓的出卖的权利 管理使用收益出卖的权利 本质上 建民登记的本质上是权的权利 假的权利 就是建民人的权利 所以实际上 正义 把这块建民登记不动场 正义给义 或者买卖给义 所谓的第三人 基本上就是无权处分 但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是 民法759之一 公布实施前的 所谓的有权处分 跟无权处分 所以最高法院这个案子是讲说 是讲第一个 究竟是无权处分 第二个假说 假说 以这个最高法院来代表 他认为是说 违反建民登记的本质 所以是无权处分 依这个假说是无权处分 那以说呢 以说 以说 以说认为 以说 认为是有权处分 但是 怎样 而且 可以 继承 另外一种说法 没有 假说跟以说 以说 以说是认为 是有权处分 而且 假说当事人死亡的时候 就借民登记当事人死亡的时候 可以 谁可以继承 可以 应继承人 依据民法1138以下的人 是继承这个怎样 借民登记的权利益物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语言 因为 实务上发生这个案例 因为 这个 所谓的出名人 所谓的 没有 不是 所谓的借民人 借民人 他在请求所谓的 依据借友物 借友物返还请求前 在侵使这借友的时间 是在人家已经登记完毕之后了 那实际上 这块土地 印记的人 已经依据民法1138以下 已经登记完毕了 继承登记完毕了 所以 才产生这个属物的问题 已收的 成立背景 通常成立背景 我再讲一次 这个 所谓的 借民人 借民人 依据所谓的 借友物法还请求权 或者是 民法179以下的 不当得利 或者依照民法767第一项 前段的物上返还请求前 就是行使 行使 或行使借友物返还请求前 或者 依据要求不当得利 要求返还不当得利 这三个当中 是在 人家的 登记民意人 当事人 登记民意人 所谓出名人 死亡之后 死亡之后 已经 印记的人 依照民法1138 以下是 已经登记完毕了 酬产生食物的问题 所以 这两个实际上 假收跟以说 成立背景个案 是不一样的 所以 讨论问题 讨论问题 不能直接用 什么 最高法院判决 怎样判决 就说假收以说 实际上 法案坊间会讲说 在民法759条之一 会说有假收以说 其实是误解的 因为实际上 每一种个案 成立背景不一样 假的案子说 违反建民登记之本质 那是还没有怎样 他是在行使 当事人还没死亡的时候 那当事人死亡之后 尤其出名人死亡之后 印记成依据民法1138 去记成完毕之后 那产生怎样 建民人才去行使 所谓的请求权 所以产生食物是会解说 会产生这个东西 那这个食物场产生 以后会产生说 人家都继承完毕了 人家就继承完毕了 所以在食物场产生 各种个案 这个食物场 你才说 登记完毕之后 依照土地法43条 登记具有绝对效力 依照民法 注意喔 依照民法怎样 九九五七之一 七五九之一 七五九之一 登记权力呢 释法 由此权力 由此假如说 这个是在民法七五九之一 才移转 对不对 所以就会产生这个问题喔 所以在这个 假如说属于乙修 这种东西 就是老师的成因 是这样 所以乙修是因为 它会回到个案的事实 是因为发生这样 才会有这种的移缩 所以这个东西 你能说它是 有权处分是错的吗 好 OK 你能说它有权处分是错的吗 所以15章 假如说这个个案是实 有权处分 没有错的 是没有错的 所以不管是无权处分 跟有权处分 也就是说在民法七五九之一 在民法七五九之一之一 实施前所谓有权处分 无权处分 这种说法 其实请各位回去 看好该个案的法律事实 在论断说 用相关的法律规定 是论断说 到底它是有权处分 有到底还是无权处分 所以这个 事务上要这样判断才对 因为每个个案的形成原因 也就是说个案的客观事实 是不一样的 不能坊间有些文章 不管谁写出来 律师谁写出来很奇怪 他直接把最高法院判决套出去 然后说这个最高法院 九十年是讲说无权处分 那个最高法院判决 是讲有权处分 请问 这两个最高法院判决 他有没有研究 这两个最高法院 或者这个所谓个案判决 个案事实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他形成原因是不一样 就像老师讲的 民法七五九之一 其中就是每个个案事实的 一个形成不一样 造成说有法官 法院每个个案事实的 法院判了 为什么说有权处分 无刑处分 它有一个个案事实的 一个历史背景在 不能说忽略个案的客观事实 直接把最高法院判决的 要子拿来说来对照 来探讨这个所谓的 借名登记这种东西 这个要给所谓的 我们写文章的人 或者专家学者 或者是教授 给个参考 请各位在引用最高法院判决的时候 你真的要假说 假说宇宙的时候 或者所谓的最高法院 民事庭的决议 不要只引用最高法院 要先 你在引用这个 为什么是假说宇宙 或丙说的时候 请你把他的个案客观事实讲清楚 或者是说整个这个行程的原因不一样 法律依据不一样 这样才对 才说我为什么有假说 他的个案的客观事实是怎样 为什么有宇宙的个案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没有所谓假说宇宙 这两个是 我刚才说假说宇宙 所谓假说无权处分 他是背景跟你说的有权处分背景 是不一样的 个案客观事实不一样的 所以不能说假说宇宙 这个两个个案 不能混为一谈 所以假说是因为 我们所谓的 所以已经他的所谓的 借由物返还请求权 或者不当得利请求权 或者所谓的 民法七六七之一的 物畅返还请求权 是在人家已经登记完毕了 那坦白讲 依据土地法四十三条 登记可以保护善于第一条 那依据明法 我们公布实施之后 注意 他可能是在公布实施之后 民法怎么样 七五九之一之后才公布实施的 他假设又是公布实施 那当然有民法七五九之一的适用 假设这个案例在这个小案例当中 又符合这个东西 那当然有民法七五九之一的适用 依照这个规定 当然法律民文规定 我登记民意人 就是登记那个民意人 我推定有释法 有这个权利 所以我怎么会是无权处分 我当然是有权处分 所以以收缴用这种说法 有这个我老师所讲个案客人 那坦白讲他是不是有权处分 那他当事人可不可以继承 可以啊 谁叫你借名登记人 在人家登记完毕之后 依照土地登记规则 依照土地法 还有土地登记规则 相关规定依法登记完毕之后 才来寻求 所以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你要借名登记本来就有风险在 对 所以这样懂 所以实际上要这样判断才对 所以到底有权处分跟无权处分 我们讲到这边 第三个会第三个问题是怎样 第三个举证的问题 谁负举证责任 我们依照民事诉讼法277条原则性的规定 借名登记 借名登记 第三个 文章上面没讲 我们都画图 来 举证你可以拍起来 你用拍的 那第三个 第三个举证的问题 谁要负举证责任 我们依照民事诉讼法277条 原则性的规定 借名登记 基本上借名登记 不管我们图例上的假 就是借名人 乙是出名人 不管是假乙之间 其实都没有所谓漏视 都很像 都是平等关系 所以 没办法 而且这个借名登记 又没有所谓 举证责任法律 另有规定 所以 也没有所谓 一情形显示公平的 因为是平等关系 所以没有民事诉讼法277条 但书所谓的 举证责任的减轻转换 跟免除 的适用 所以要回到民事诉讼法277条 原则性的规定 对自己有利的事实 要负举证责任 所以 主张 主张是借名登记的人 所谓的借名人 就是我们图例的假 你要主张 这个是借名登记 你要负责 假要负责举证责任 这样懂 所以有关于举证责任 第一个 谁负责举证责任 负责 就主张说 要主张 中间是借名登记 假要负出名 借名人 要依照民事诉讼法277条 但书原则性的规定 原则性的规定 要负举证责任 第二个 证据的认定 要怎么去认定 刚才我讲 不以直接 为限 直接证据为限 直接证据为限 不以直接证据为限 要怎样 不以直接证据为限 连证据 间接证据 接间证据 也有效 不以直接证据为限 这边我们会讲怎样 来 来 我们有看 判刑没给大家看 来 来 这个 没给大家看 我们直接讲 第一个 第二个 不以 不以直接证据为限 间接证据 也算 第三个 有关证据 举证 有关举证部分 可不可以 各类认定 不行 你要依照个案的全部客观事实 去全部认定 不能去 把证据 全部的客观事实 各类去认定 这有关举证的东西 我们要第三种 我再重复 第一个 举证责任 举证 谁负责举证 依据 你假要主张 借名登记 有借名登记 存在的事实 要有借名人 就是我们图上的假 针对借名登记的事实 负责举证责任 第二个 证据的认定 不以直接证据为限 包含间接证据也 也可以 在我们最高法院 要依照全部的事实 是综合认定之 这是有关举证的东西 那举证这东西 所谓的 所谓的 直接证据 所谓的第二个 不以直接证据 连证据 也可以 连间接证据也可以 在我们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 各位回去查 各位回去查 我们看一下最高法院 讲一下有最高法院哪一个 来 来我们看一下 来 好 不能割累 来依照这个 没有给大家 依照最高法院 107年台上至 2172 依照最高法院 台上至 177年 2712 没错 2172 依照这个最高法院判決 里面有一段 最后一行 来 这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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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写 那边有写说 不已 非以直接 非以直接证据为限 渐渐证据也 合理 而且要 怎样 我念一次给大家 来 第三行 非以直接证据为限 有没有 没错吧 所以这个所谓的 非以直接证据为限 请各位回去看这个最高法院台上至 2172 然后下面后面2172的判決 有一行 后面那一行有关证据 也要 要有一个证据 怎样 要一一去勾计 有没有 有没有有一段 有一段 大家懂什么 要勾计 要合并观察 合并观察 所以从最高法院2177 就是说 很清楚 就怎样 不已 不已直接证据为限 渐渐证据也可以 而且是要合并观察 要综合观察 不得为各类认定 来 这给你稍微参考一下 那回去拍一下 回去查就知道 所以 依照最高法院这个判決 实务上可以参考 所谓的证据 我讲的证据有三小节 就是第二第三 用这个去强考 这是有关举证的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 再讲到三一第三年这部分 我们还忘记讲一个 那道比还有三之一 我们讲三之一 这个请求全消灭时效 这也是算第四个 我们开始进入第四个 第四个我们就是说 那这个 第四个 这个到底 碰到善意第三人 我们是有权处分 假设是有权处分 出买人是依据民法七五九之一 是有权处分的时候 有权处分这个赠人或买卖 这以后慢慢移转给谁 我们图利上的义 我们图利上的义 而且是义已经是 怎么办 那甲可不可以依据 甲可不可以依据 借物返还请求权 或民法七一一百七十九以下 到一百八十三 就是所谓的不当得利请求权 或者是依据民法七六七之一前段 要求行使物上返还请求权 第一个我们首先碰到第一个四之一 四之一 可能碰到的是可不可以依据这三个法律依据 来要求返还借有物 其中第一个借有物返还请求权 是可以的 为什么 为什么可以 因为我们刚才是略推适用民法委任的关系 所以委任关系 那是不是既然类推适用 所以我们可以依照民法委任的相关规定 或者依照借名登记的契约 我们可以要求怎样 在借名登记终止后注意 所谓的借用物返还请求权 因为我们通常这个案子在讲不动材 所以有人会直接改成说 不动产财产返还请求权 其实真正用语叫做借有物返还请求权 不管是不动产 不动产的财产或者是动产都有 但是通常我们俗误常会发生是不动产的财产 所以有时候会讲说限出到不动产的财产的返还请求权 实际上它叫做借有物不按动产跟不动产 借有物返还请求权 我们还是用借有物返还请求权 它是类类是用明法违认的关系 所以再注意 它的所谓的可以行使 可以行使借有物返还请求权的开始怎么起算 在借名中之后 而且这个消灭时效是15年 因为它不是明法126 也不是明法127当中的两年后五年的消灭时效 我们上次讲消灭时效里面讲说明法规定 除法律另有规定者之外 要回到明法的 所谓另有规定 包含相关法律规定 获得明法126和127 明法126和127是两年和五年的消灭时效 假如说没有这些特别规定者 法律特别规定者 就回到明法125条15年的长期 那这个借名登记 所谓的借有物返还请求权 那一刻开始计算 并不是明法126和127规定 所以回到其他法律有没有另外规定 没有 所以依照明法126和127的规定 所以注意 所以这借物返还请求权 是15年的消灭时效 而且它的起算是怎样 原则上是起算是从 终止借名登记 那一刻开始起算 第三个要考量说 那假如有法律障碍 就刚才讲 借名登记之前 我们实物上依照 土地法跟農業发展有限制 需要以至更能力者为限 那时候就借名登记 但是土地法 这个条跟農業发展条 是在民国89年的 这种有法律障碍 你重使要移转回去也不行 这种法律的障碍 虽然讲说借名登记 有双与借物返还请求前的消灭时效 这是5年的 这个请求前的起算是要终止 借名登开始起算 但卡上有这个土地法跟農業上 这种法律的障碍 要由这个重新 这个例外的规定 这种借名 借用物返还请求的例外规定 是在卡上法律上的障碍 要在法律上的障碍 消除之后才开始起算 所以有关于借用物 借用物返还请求前的消灭时效 有分两种 那到底哪时候起算 长期下面是叫15年没问题 但是这个借用物返还请求的起点的起算 有两个 第一个是没有法律上的障碍 从宗旨借名登记后开始起算 那一刻 那久有法律障碍 尤其是土地法 农业发展条例 因为它是89年才删除的 这种有法律的障碍 从法律障碍招止消除之后才开始起算 这样懂 那这个是所谓的借用物返还请求前 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不当得利 那不当得利就是 不当得利是明法179条 好 那不当得利 注意 不当得利明法179条 第一项就讲很清楚 所谓不当得利就是 无法律上的原因 而自己受有利益 对方受有损害 然后之间受有损害 受有损害 跟受有利益 有相当因果关系 因为这边是在超商直播 7-11 然后人家店员叫我们小生一点 所以只能那么近 好那么近要小生一点 因为我们农数学长的宗旨 就是要在超商 个案公立服务 所以我们只好在小生一点 靠近一点 你会看到老师的大头 没办法 小生一点才录音才清楚 所以第二个可不可以依据不当得利 注意不当得利的法理要件就是说 第一个 无法律上的原因 第二个是怎样 第二个是怎样 你一方受有损害 第三个 那另一方受有利益 第三个 之间受损害跟受利益 有相当因果关系 但是还有个但书 民法179条第一项还有但书 怎样 原来原有法律上的原因 有没有 我终止契约之后 就无法上的原因 有没有 我终止契约之后 我终止契约之后 是变成无法律上的原因 所以我们所谓的 借有物返还请求全 在终止契约之后 是不是所谓成立不当得利 我只要终止契约之后 我就可以依据民法当中 179跟183要求返还不当得利 当然返还不当利 跟借有物返还请求全是不一样 借有物返还请求全是要求返还借有物 那进而依照土地法相关规定要求 徒无销登记 但是不当得利 不能要求徒无销登记 只能在他不小心我们讲说 把他卖掉了 卖到对方又是善意第三人 等一下会讲 依照善意第三人是不能徒销登记的 依照土地法43条 等一下会讲 等一下会补充这个区块 所以假如发生是善意第三人怎么办 反凡不当得利 只能反凡不当得利 所以不能再要求徒销登记 所以卡上就会为我们讲的 可不可以依据 是可以肯定可以依据 但是在终止契明登记后 可以要求怎样 民法179条到180条 主张怎样 不当得利 向他要求 不当得利 对不起 对不起 民法179条到180条 没有规定不当得利的消灭时效 所以要回到民法125 所以不当得利的消灭时效 使务上还认定它为15年 所以借务反凡请求钱也是15年 不当得利的请求钱也是15年 那第三个 务上反凡请求钱 民法767条第一项前站的 务上反凡请求钱 所谓务上反凡请求钱 记得我们在无权占有的时候 请各位回去查 无权占有 我们老师的法律教学直播 有讲到依照两个大法院会议解释 他是务上请求钱 以登记的务上反凡请求 是没有消灭时效的 问题是 这个借民登记可不可以 行使务上反凡请求钱 还记得我们所谓的无权占有 要行使务上反凡请求钱 一个对是 要自己是所有人 我们当时有讲说 所有人是不动产 是以土地登记部 登记谁的来认定 结果这个借民登记 登记谁的 借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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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因为他不是所谓的 民法七六七之一 民法七六七第一项前段的所有人 所以他不得依照 民法七六七第一项 主张物上反凡 所以他不能用这一条 所以 假如用这一条 有人主张过 但是判决是 母亲的见解是不能 因为他不是所有人 不是民法七六七第一项前段的所有人 所以他不得依照这个主张 所以15张只有两个都是肯定的 第一个用借务返还请求钱 消灭时效15年 不当得利179到183也是15年 但是不当得利 只能要求怎样 发生在说 移转 不管是正义买卖 而且是善意地杀人 他只能请求返还 不当得利用这个 他不能依照借务返还请求 行使返还借有物 所以这两个请求可以必行的 这个没有所谓的排斥 互相排斥 你一个借名人 发生借名人 你同时可以依据借有物返还请求权 所以也要求所谓的不当得利 例如还有出租 他会不会 除了卖掉之后 会不会出租 会 或者卖掉 纵使卖掉 你可以先诉是怎样 可以先诉用借有物返还请求权 先诉 先诉 事先的先诉送入 先诉 先诉用主张借有物返还请求权 在被诉 要求他依照明法1769到183 要求他依照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要求返还不当得利 所以可以在诉讼当中同时主张 一个是先诉跟被诉 你这样懂 所以这个没有冲突 没有冲突 因为他两个请求权的内容不一样 不能说有所谓的请求权禁合 不是实物上请求权禁合 这请求权的标的 可以行使不一样 要件不一样 所以不是所谓的请求权禁合的状态 他是一个同时可以请求的 并存的 可以同时请求的 好 第四最后要讲到说 好 那我们刚才讲说 我们已经提醒了 假如说 依据 你假如依转之后 可不可以要求贱民人 贱民人可不可以像 所谓的 移转过了这一年 或者所谓的买卖 移转 所谓的移转之后 已经以出名人 已经把它移转给禀后禁 那这种东西 到底可不可以要求他 他图销登记 最后要讲的图销登记 答案是卡在土地法43条 在土地法43条当中 我们有个判决给大家看 在老师这个文章里面有讲到 老师的文章有很多 有很多 每篇文章都有它的价值 但是 大家要回去 老师的文章 其实很多东西都有学具在 不要把它 好 就像我们刚才讲说 坊间有时候 我刚才给你 给你印的那个 来 我还有 有老师的文章 是不是在你那边 对 登记跟善意第三 有没有 在助教这边 不是 善意第三 来 遇到我这边 我半天说到我这边 这篇文章 有时候太多了 就在这篇文章里面 照一下 来 在这个方面 有讲到土地法43条 来 在这个判决里面 文章里面 在最高法院 给大家看一下 在最高法院 99年台上至 2183 98年台上 121 我会讲 在这几个 这几个 我们其中也看到 在这个判决里面 在这个判决里面 在这判决里面 在这判决里面 大家回去看老师 我们当中有想到 赌地法 或者是下面那个判决 最后一个判决 讲错 最后一个判决 是 95年 95年度 台上至 第1859号 这个判决里面 有 老师在刚才讲 我们刚刚有讲到 一个 我们用这个来 来 从这一段 土地法43条 白话一点 土地法43条 所谓的 登具有绝对效力 土地法43条 卡上土地法43条 它的原文一 原文是说 登具具有绝对效力 但是它所谓绝对效力 依据实物的见解 判逆或者实物的判决出来 它是说 主要是在保护善意第三人 不是保护恶意第三人 所以只要是善意第三人 我们要保护它 因为我们的土地 真的具有公式效力 所以我们要保护善意第三人 所以依照土地法43条 土地法43条 是保护善意第三人 它只要是善意第三人 我们就不能土效登记 那其中除了这个规定之外 除土地法43条 的规定之外 在我们的所谓刚才957之1的第二项 刚才957之1是讲第一项 在957之1第二项 759讲究了 在759之1的第二项 来看一下 因信赖不动场登记之善意第三人 以依法律行为为物权变动之登记者 以变动之效力 所以不因登记 不因怎样 原登记物权不实而受影响 有没有 所以同样道理 是不是很清楚 依照明法759之1的第二项 之1的第二项 跟土地法43条 是不是不得土效登记 不受影响就是不得土效登记 所以假如说有善意第三人 就不得土效登记 那假如是恶意第三人 所以谁去负责举证 就是甲方 对甲方要求他是恶意第三人的人 所谓的甲方建民登记 你要主张对方是恶意 恶意 属于恶意的话要负责 依照明示诉讼法277条 要远着信用规律 要负得举证责任 所以要怎么去举证 属书长会举证怎样 属书长当然依照个案 特案是会怎么举证 举证说你们之间有证据 包括书证书证会举证 是虚为买卖 是虚为买卖 例如怎样 实际上没有移转买卖价金 没有交付买卖价金 或者是这些见证证据 之间 除了没有买卖价金 搞不好是怎样 他的怎样子女 中间又有没有移转证明 没有买卖价金的移转证明 你假如举证出来 或者是说有相关的人 可以举证证明说 他们之间是虚为买卖 是虚为买卖 或者是说这些 或者是说已经知悉 已经知悉 这个人 第三人已经知悉 知悉这个是见明登记 你要依照个案的客观是 是处得举证 他是 举证上不容易 但是还是有成功 事务上还是有成功的 所以你要负责举证 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在这一点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我们既然是行使所谓的登记制 所以你登记的时候 刚才我们有谈到 他除了买卖转移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继承跟证语 如果是证语的话 跟继承 继承比较有可能 可以去 去主张所谓的恶意 恶意第三者 没有 继承 继承跟我刚才讲说 继承是不会主定 因为继承没卖掉 你讲的是处在于什么 我继承完之后还没卖掉 你讲的是这需要 我刚才讲说 继承后也没卖掉 如果是继承这一点还可以排除 但是证语呢 因为证语这部分 证语就一样 证语跟那个一样 证语就一样 我们例子是证语 因为我们目前的证语 我是要负担15%的税金 对不对 我愿意出这税金给他 但是呢 我就是移转给人家 证语给人家 对啊 所以你要证明说 到底是不是虚伪的证语 但是这个15派我愿意出 譬语说 这15派我愿意出 对 我愿意出这15派 这个地方赚6派 这堆堆就有了 二十堆就不回答 因为 你说访盟不当得利 他没有 你怎么证明他是不当得利 那税金他有 没有啊 那你讲的是 访盟不当得利有两种 我再回应一下 访盟不当得利有两种 第一个是实际利得 你讲的是实际利得 但是有没有相当于消极的不当得利 就像租金 你目前在有要求说返还的五年的 相当于租金的消极性的不当利得 所以我虽然没有所谓的正义 搞不好某个部分没有所谓的实际利得 但可以依进民法179到183 要求所谓的返还相当于某种东西 不是租金 因为这不是所谓的租金 那是正义 所以他也是属于整个买卖相当于 所以应该是说相当于买卖价金的 怎样 消极性不当得利 所以你忽略了 民法不当得利当中 除了反籍实际当 没有实际利得没关系 可以要求是返还相当于买卖价金的不当利得 OK 这样给你答案 他一样是像这乙方嘛 出名人一样是像他租账 也跟丙方是没关系 跟丙方没关系 丙方假如是善意第三人的话 我们历史上说丙方假如是 不管是赠以后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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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要是善意第三人 就OK 就不能吐销生计 只能要求怎样 假跟乙 要求说 民法一百七十九到八十 访欢不当得利 其中不当得利有两种 第一个访欢不得利 有实际利得要求 那假判来一次 没有 他的计算就是以公告提交 没有不一定 是不一定不一定 这个不一定不一定 这个不一定 就看法官怎么判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史务长个案怎么判决 到底他是不是依照公告限制 或者依照试驾 就法官去判 搞不好是依照试驾 法官采论是试驾 很难讲 一个这个是个案 个案有个案 事实我们不能这样论断 不能这样论断 那还有什么问题 尽量问没关系 没有 今天听到这个 唯一就想到这个 那觉得不错 OK 今天没有就 非不可呢 目前没有 有没有人在听 有 那到底有没有问题 没有 真的没有问题 大家都没有问题 OK 解释 解释 没有没有法